大家好 我是五仔 欣尼姐姐 你好 最近看到你的新聞 炒到熱烘烘的 我們台上有多些年長的聽眾 很想知道你的往事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當然啦 當中很多有真有假的 是啊 有些人講到似層層 都不是只有我一個KOL 講過欣尼姐姐的往事 在網上也看過很多人講 今天看到欣尼姐姐被新聞轉載 在網上的大爆料 就說自己曾經在酒店逐間 以為鍾楚雄就是那隻狐狸精 鍾楚雄真的很漂亮 鍾楚雄和傅星拍過戲 那時候已經出道了 鍾楚雄 原來已經有很多年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很多都是傳聞 我們之前聽過有一個版本 聽過有一個版本 就說傅星開車撞倒了那一刻 就是跟欣尼大吵大鬧 吵完膠就衝過去開車 然後就一聲撞倒了 對不對 欣尼姐姐在新聞報道的轉載 就說 他在傅星離世之前 已經三個月沒有見過傅星 是這樣的事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看到他和傅星之間的感情 根本上就是每一年 可能是他回來拜 就是他拜傅星的日子 說回他的往事 有些事情都丟下了 你沒理由到處說 那些事情 再小時候看 就是他和他女兒唱老兵花 很好聽 有一個傳聞 就是那個究竟是傅星的女兒 我們今天有另一位主持 都會研究這件事 先說了 欣尼姐姐和傅星的關係 這個真是第一次聽 因為他說 在酒店竹間 以為中楚紅齊那個小三 在Facebook上說 那些報紙都這樣寫 直到傅星身亡之前 就說欣尼華三個月沒有見過傅星 再見已經是冰冷的屍體 第一次聽 傅星離世的時候 1983年才28歲 77年結婚 傅星應該是1983年7月7日撞車 如果沒有看錯遺跡 就是這樣寫的 77年結婚 當年傅星拍黃禎執道 花心大笑 欣尼華 拍了這個戲 直到車禍為止 他都沒有見過傅星一面 車禍前三個月 傅星已經沒有回家 花心大笑這部戲 都是外景拍的 他說那時候的豬朋狗友 發揮功能 想盡辦法 阻止老公找老婆 用力撮合小三上位 這個可以研究一下 牛不喝水不按燈 牛頭低 這些 不能賴 正等於 很簡單 譬如你看人家說 那個狐狸精 那個男人不喜歡那個女人 他是不會做到狐狸精 這個 但每個人一定是這樣說的 你走來搶我女兒 搶走我女兒 你女兒不喜歡那個兒子 怎麼會跟別人走 我只是被人插個竹 這些事情 不能說 他說朋友撮合 朋友一定會幫忙追求女兒 會有 幫忙頂著老婆 會有 但是那個男人不想 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些事情 當然 你說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那就是 原來拍那部戲 之後就沒有回家 所以有一個傳聞很嚴重 有網友說的 我不知道那個網友是知情人士 還是什麼 印尼姐姐會不會再多說 那個小三 那個港姐小三 是不是都是姓忠 他以為是中楚紅 但不是中楚紅 是不是什麼 我忘記了我之前說過的名字 總之不要理會那個人是誰 總之是一個港姐小三 有網友爆料 他說 那個小三有了父星的骨肉 後來父星撞車離世 那個女人跑去下了兒子 驚不驚 好像沒有人說過 我上次提到 因為印尼姐姐說 港姐是我的小三 家裡的小三 她提到那裡 下面有人爆料 她有父星的骨肉 父星撞車離世 然後跑去下了兒子 說到似層層 喂 如果 父星和印尼已經有三個月 沒有見 這個似層層的似真的像 這個男人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不回家呢 那邊是不是有了她的小朋友呢 這個可能印尼知不知道呢 這個印尼姐姐知不知道呢 因為印尼的女兒 是父星離世很多年之後 就說一個傳聞出生 當時她們沒有小朋友 很像 印尼姐姐一邊看我的廣播 可能可以多說一些給大家八卦一下 反正都在說下去了 印尼回憶說 再見時 以是冰冷的屍體一不成聲 那些壞人能否告訴我 這幾個月 星仔快樂嗎 為什麼會跑去 駕車撞鬼了呢 喂 又brainstorm一下 又brainstorm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不犯法 可以有無限的平衡時空 會不會是一開始 父星以為那女兒有了她的嬰兒 原來嬰兒不是父星的呢 然後很激動地走去駕車 會不會是這樣 沒理由無端端駕車的 真是 古靈精怪 不古而已 未必是 她還原父星辭世後 她永遠不會忘記 披麻大校三日三夜 其中一晚花心大笑 全劇組過來上香 家人叫她去裡面休息 她說原來為小三護航 她說這些不是豬朋狗友 那怎麼稱呼 這些 真是不知道 她說 我跪著接金紙三日三夜 哭到根皮力盡不成人形 難道還怕我衝上去打架嗎 她說你們欺負我 你們不欺負我 就算我走運 唉 算了 算了 這麼多年 過了這麼多年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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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花心大笑 有些什麼人 鍾楚紅 劉雪華 謝賢 陳百祥 都有份演 他誤會 最初誤會小三的鍾楚紅 誰知道 竟然是個香港小姐 我被紅姑罵了一頓 真是活該 他說 鍾楚紅也是個香港小姐 但是那個好像是冠軍 好像也不記得 唉 他說他自爆在尖沙咀酒店捉奸 櫃桌迅速通知 找不到 他說現在我覺得是不冷靜的愚蠢行為 他手上還拿著小三的把柄 因為信用卡是他夫妻共同持有的 他保留了小三支出的單據 他就說 蛤 聲仔大手筆 我還要埋單 這樣 嘩 真是 現在才來講些真實料 其實在這個娛樂圈 說了恩尼姐姐和阿富星的傳聞實在太多了 我們另外一位主持又出場了 就說一說 以下的傳聞 麻煩你吳仔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年2023年剛剛是阿富星 世世40周年 所以今天想說一下當年恩尼和阿富星的感情 即是在他世世之前發生成怎樣 當時聽說他們的感情已經有少少破裂跡象 雖則如此,但當阿富星車旺之後 恩尼有一段時間簡直想自殺 他的自殺經驗也會說一說 然後阿富星當年過世之後四年 他就生了恩尼現在的女兒 在近十年他竟然和大家說 這個女兒其實就是阿富星的女兒 究竟阿富星的說話有多少成真 我們今天都會很詳細分析研究一下 也會說一下當年阿富星有多紅 因為在美阿成龍紅之前 其實阿富星也是走近功夫明星我娘 不過他通常都是拍一些武俠片 也會說一些當年紅的時候又紅到什麼地步 或者過程是怎樣紅 開始是怎樣的 當年恩尼和阿富星認識的時候 就在十多歲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就去了台灣拍片 因尼也剛出道 不過當時他們這段戀情 雙方父母也是不贊成的 覺得他們太年輕了 但是恨得當時阿富星電影的導演 張徹支持他們兩個人 因為覺得他們兩個既然是真心相愛 其實就可以不用管其他人怎樣看 當年恩尼初出道的時候 已經在台灣很受歡迎 因為無論是Mix的輪廓 或者是爆肺的唱刊 當時是非常受歡迎 在當年來說 音樂獎項是長勝將軍 當年阿富星來頭也不少 因為當時他父親張仁龍 是香港著名的富商 而他演戲又有天分 加入了少士之後 就專心研究在功夫方面的電影 即是紮實的武打動作 自然的演技 當中帶著喜劇感 加上他又少少帥仔 當時來說也相當受歡迎 我看回阿富星和阿恩尼的年輕的照片 真是很合襯 真是金銅玉女 真是金銅玉女 真是有少少夫妻相 再看回一些資料 當年介紹阿富星和阿富星 和阿富星的認識 原來是和迪龍也有關係 當年應該是阿富星應該是阿富星一見鍾情仙 所以很快就代入愛河 但算回年齡 其實阿富星比阿富星大大 所以那些姐弟戀 在那年代來說 不是每個父母都接受 不過我都說過 他們的執意 最後都阻止不了 最後他們就結婚了 可惜他們的婚姻只維持了六年 後來阿富星就遇上了一場死亡的車禍 他們兩人就要離別了 富星走的時候 亦只不過是28歲很年輕 當然是很慘 因為富星撞車的時候 印尼還在日本開演唱會 他沒有辦法看到富星最後一面 不過在富星臨死之前 那幾年 已經經常有些報道說 他和印尼不和 其中有些報道說 當年印尼 猜富星猜得很嚴重 經常要富星只可以喝熱水 氣水一支都不讓他喝 相反 印尼自己在喝果汁 還是鮮炸橙汁那些 當時有些人就說 印尼黑博富星 但印尼有解釋 當年富星有十二指腸 潰瘍的 所以他經常要 老公的飲食要很注重 當年這些病 難道他周圍跟別人說嗎? 因為他試過富星胃出血 所以他就不讓他老公喝 但外面的人不知道 就覺得他要黑博富星 另外當年富星很多時候 出家只是帶信用卡 沒有怎樣帶錢 所以很多時候他也有問他老公 要多些拿回一點錢 富星有時候還跟他老婆說 我還有二十元 當年他們夫婦其實住在清水灣 基本上和片場很近 在其他人的旁邊就是 很多時候富星又回來家才吃飯 所以富星帶二十元 只不過有時候想在片場裡 買東西喝 富星又覺得不想帶那麼多錢 只是拍戲 因為拍戲那一剎 基本上要把你身上的物件全部換掉 他覺得麻煩 這件事 誰知道有時候演員又要富星 今天拍完電影大明星萬歲 然後富星說他自己只有二十元 外界的人就覺得 到底是不是你老婆黑博你 只是給你帶二十元出街 又被雜誌寫了恩尼 再加上有時候被他周邊的選友 恩尼說他周邊富星有很多選友 他說那些選友今天也頗有名氣 不過他免得說什麼名字 寫到挑撥離間 例如有時候富星打電話給恩尼 說老婆我今天不回來吃飯 富星那時候還沒有收線 他身邊的朋友已經說 不是吧 你怕老婆 要去報告嗎 那時候富星更年輕 那麼被人說幾個 他就不喜歡 所以恩尼說富星其實很多時候 他當時跟他的關係搞差 都不是一定是他們兩個的問題 周邊的人都有影響 因為當年更加傳過富星有第三者 但我看到恩尼說 就算他當時有第三者的事情 他都覺得那些事情 不是一定發生得那麼肯定 我看到他整個訪問都很維護富星 可想而知我覺得恩尼很喜歡富星 所以當富星過世的時候 恩尼又見不到最後一面 他過殺了 恩尼完全天崩地裂 我見過當時的雜誌 在這裡說 恩尼是完全取消任何見外面的人 他很多時候就整天躲在家裡 還試過想死 直接行動 他試過喝很多XO 然後還要吃幾十顆 成三四十顆安眠藥 他試過因為這樣睡了幾天 他自己都不知道 醒了時已經發現自己在醫院 被人綁手綁腳 那個低潮也掙扎了很久 他也說有核為證 以後聞到XO的味道 他就想嘔吐 不幸好 經過這次死對逃生之後 他又開始有點覺悟 既然他可以生存的話 就要好好生存下去 接著我講一下當年富星有多紅 或者他剛剛整個紅的過程是怎樣發展 之後又隨著他的電影公司邵氏 拍攝那些電影的類型 開始觀眾沒有那麼喜歡 主要其實是隔離家和 就拍了一些東西更有新鮮感 相比之後邵氏好像比較落後 傅星本身是幫邵氏拍戲 所以當時他的聲韌也有影響 但是臨尾的時候 臨過身之前其實也有一部電影 也算挺受歡迎不錯的 也會說一說一下這部電影是甚麼電影 傅星真名叫張景賢 出身於富貴家庭的 父親著名商人張仁龍 還曾經獲風太平紳士 在政壇裏面十分活躍 而張仁龍本身跟大導演張徹 也是好朋友來的 所以後來傅星能夠順利進入影壇 成為一道巨星 多或少家庭的背景也有些影響 在1971年 我當時考了邵氏成立第一期演員訓練班 他初期演了幾套電影 分別是十四老女英豪 馬永禎 四騎士等等電影 但是他真真正正開始出名 就是另一年 次年裏面 演張仁龍本身的電影 《方世玉與紅希冠》 然後傅星的聲路 走得比較順利 當時他受歡迎 有人研究過 一來他的外形不錯 自信的氣質 加上高大的外形 陽光碎氣 當時被人覺得 好像一位跳皮的大男孩 跟其他少士裏面的男明星來比較 明顯是很不同的 加上傅星也有少少搞笑的能力 在這方面也比較出色 表現上也比較靈活 所以當時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他都能處理得到 當時傅星專門演一些所謂的功夫片 當中也有少少青春氣息 剛才也說過 1973年時傅星憑著 方世玉與紅器官開始有票房大賣 再加上第二年 1974年 當時光光 20歲的傅星 演了一套電影叫做《少林五組》 又是出色的表現 開始真正 即身為之一線的明星之列 這套也算是傅星其中一套代表作 之後再接二連山演出幾套叫好又叫作電影 分別是洪拳小子 蔡理伐小子 這些也是當時張徹導演 為傅星度身訂造出來的角色 當時傅星的表現也沒有帶張導演失望 很多時候傅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擅長演戲 有些赤眉龍眼橫皮的樣子 有些燦爛陽光氣質的男孩 當時可以說 在電影史上不可忽略的其中一種角色 就是功夫小子 他自己就很擅長演繹這一類 雖然之後 紅金布、袁彪和成龍 演很多青春搞笑的風格的電影 改變了香港功夫電影的結構 正式來說 喜劇功夫 其實看看好像是傅星走先 當時在這個類型裏面 做了一個先行者成功的榜樣 當年傅星拍了一套金融改編電影《射丟零紅傳》 上演之後回響都不錯 我記得好像還拍了幾集 這套也是有傅星另一個代表作 傅星剛才也說過 他的優勝之處就是外形上好像比較優勝 但是同時間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父家公子出身 先天無憂無慮環境長大 總是缺少一股拼勁 所以很多時候他的影壇的生涯 由頭到尾都被人覺得也是一個 偶像棄質的演員 即是不覺得好像一個實力派的人 於是80年代初 傅星就開始事業慢慢走下坡 最主要是當時的年少是電影自己公司 都開始衰落 張徹亦慢慢都開始沒有那麼多氣魄 現在傅星那邊仍然也是 在邵氏那些舊風格裏面 沒有什麼突出 這個世界就是很正常的 即是你不盡就質退 其實到了70年代尾 成龍開始紅起的時候 傅星都仍然被人覺得是一個巨星的身份 但是你開始看到一些票房 好像很難在排行榜裏面 是前五名的 雖然例如1982年 那時傅星和劉家良合作一套電影 十八般武藝 票房也值迫千萬大關 但是依然票房 是進不了頭五名的 在這一年裏面 但是在邵氏來講 在那年來講已經是一個 票房不錯的電影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電影紅了是劉家輝 而傅星反而好像是一個 配角的角色 給人感覺是 但是傅星沒有辦法 他的功夫片就好像越來越不受歡迎 因為開始都不流行那些 古代啊 或者一些文初的功夫片都不流行 那麼搞一下搞一下 在票房排行榜 也看不到傅星的電影在這裏 但是1983年的時候 就冒起了一個 當時新進導演娛樂片王的導演 那邊是黃晶 找傅星拍了一套 都市喜劇 即是拉回現代 叫花心大笑 當時這套戲就成功把傅星 由一個功夫明星 轉了變成喜劇明星 票房還是不錯 不過可惜當年一場車禍 就斷送了傅星 其實當時還有一套電影在拍攝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一套電影都完成不了 最後想說一下 傅星過世之後 恩尼在傅星死後四年就突然大肚 當時一直都沒有說 後來生了一名女兒 究竟她爸爸是誰呢 當年有很多揣測 其中一位會不會是之前恩尼的男朋友 楊炳良 因為她背景也很厲害 是富豪級人馬 有搞地產、酒店經營、珠寶首飾等 當年1985年 其實傅星一人世世了一年多 當時全國跟恩尼結婚 但為何當時又沒有結婚呢 恩尼最主要是大家的性格不合 例如她說對方楊山喜歡星期六日出海遊船河 又有很多富豪級的波翁那些 但恩尼說她其實不太喜歡遊船河 其中一個原因是她不懂得游泳 又不喜歡出席有錢人聚會 只是喜歡在自己一個 考到達到 如果她跟她結婚的話 經常都要出席這些地方 而且始終她們只認識幾個月左右 作家馬富星只不過過了一兩年左右 突然她過得太快了 好像未清楚大家就在一起 而且恩尼覺得那段時間 兩人在一起好像沒有散去自己 過的生活完全不是她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所以最後你們兩個就沒有在一起了 所以恩尼當年的父親應該不是這一位 老實說當時80年代社會風氣還是比較保守 社會對單親媽媽或者私生子女 其實也有少少有色眼鏡看她們 當年更傳過恩尼當時腹中的胎兒 是一個已婚的澳門律師 很奇怪 當時恩尼完全沒有任何回應 她只不過對其他人說 希望大家支持她 也不要令她好像有罪惡感 要多些鼓勵 當時恩尼還說她是一個公將人物 如果大家認為她做的事有為常 可能對年輕人有不好的影響 就不要再提 最後在1987年7月4日 她就單身了她自己的女兒在美國 MELODY 叫她恩家平 就跟回她自己的姓 本來對她的女兒的身世手口如瓶 但到了2012年接受台灣的節目訪問 恩尼竟然承認她當時是人工受孕 而她的女兒父親正正是父星 當時是運用冷凍技術 將她的亡膚精子放在她的卵子上 而生她的女兒 其實早於2011年時 台語歌手陳盈傑 說恩尼的女兒其實就是和父星 用精子冷凍技術而彈下的結晶品 當時這個歌手還說 其實7、8年前已經知道 當時恩尼已經告訴她 她亦覺得恩尼沒有必要騙她 至於為什麼無端要用精子冷凍呢 因為有傳父星當年 他們很多時候拍動作戲 會擔心自己有意外之後不育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把自己的精子 留在醫院裡面 而恩尼早年也在台灣節目訪問的時候說過 她和父星一起的時候試過有四次流產 所以最後就決定 不如用醫學方式去懷孕吧 不知道大家觀眾 上不上恩尼說這句話 歡迎大家留下言 今天魚學新聞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魚學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